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恭贺陈光臣得到自由 但他也认为中国人要到海外才可以得到自由 是一种讽刺和悲哀 他们要求追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责任 支联会一如以往 在六四前夕到西贡报风筝 仿效当年北京学生的行动 并祝愿所有维权人士如风筝般获得自由 对于陈光臣全家赋美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既祝福他获得自由 又觉得是一种悲哀 他关注陈光臣家人被监禁的情况 并呼吁继续追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责任 周永康所做的事是不得人心 也都是看到大家在过去几年 很多打压人权的事 都是出自周永康的手肯定 因为始终公安头目 他是政法委员 他是一定是负责那个 李卓人又说 稍后会找陈光臣录影片段 讲述对自由及平凡六四的看法 并将于六四烛光晚会当晚播放 新唐记者谭倩恒 梁珍在香港报道